小飞 不是 你干啥呀 高叔啊 今天这个忙你一定在帮我呀 小飞 你可别逗我了 行吗 我就是这个公司普通的一名司机 你让我装你爸 你知道你爸是谁吗 董事长 是个关系到我的终身幸福 我 怎么的 装你爹还是你终身的幸福 你顾得不像 出了一年多了 今天他妈妈要带他来公司跟我爸见个面 我实在是没招了 你就帮帮我吧 那你就让你爸见面 让我装上呀 我爸不是不同意吗 他老跟我说什么门当户对 可是我真心爱家家呀 你就帮帮我吧 不是 不是 我帮你一次行 董事长早晚不对得知道吗 没事 高叔 事到如今 先把事定下来 回头生米煮成了熟饭 我爸拿我也没招 你饭倒是熟了 我饭碗都丢了 高叔啊 你想想 我爸的公司是不是早晚的交给我 这个忙你今天帮我了 回头我马上给你升级为车队队长 高叔 你看着我长大 别说了 什么队不队长呢 都不重要 今天我帮你 纯粹就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 他们马上就来了 咱俩先练着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我爸 我是谁 爸 谁 爸 再叫一声 爸 高叔你跟他占我便宜呢 是吧 不是 不是 我一时让你进入不了这个角色了 你看 我现在就是你爸了 是吧 对对对 我就是董事长 对对对 是吧 那我这我这片头子啥的这块 是不是得起来呀 来 来 把这个说 这是 懂啥衣服啊 这是 这不行啊 这大呀 这个 没事 你这鞋也不行 来 把这个换上 这鞋都不跟脚 这 那个啥 他们马上就来了 你就学我爸平时那个样 说话本个脸 感觉谁都欠的钱似的就行 那我会的 我给他开了二十多年车 这个我知道 老公怎么会牵着 这个月用钱又多了四百块钱 从你公司里口 过去 去那边去 对对对 太像了 妈呀 高叔 来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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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点紧张了呢 没事啊 没事 血压都上来了 阿姨好 小飞 你爸爸 爸 你过来呀 滴壳头 这 这 这怎么呢 进入还得先给磕一个呀 呃 不是 我爸这跟您打招呼呢 要跟您鸡爪 对对对 现在不流行握手了 流行那个拍手 对 快进 快进 这大哥可真幽默啊 佳娟 你来了 贝贝 我来了 贾贾 来 干啥呢 没结婚你俩就在这头头咕咕的 你等结婚了有你俩腻味的时候 是是 阿姨快坐 快坐 快坐快坐 系好安全带 你这大公司是不一样的啊 这坐沙发还系安全带 是这样的 哥 你看我们今天来呀 就想聊一下 我同意了 行 我先出去了 我还有事儿呢 你 你先等会儿 哇 那个 财礼啥呢 还没定呢 还得定财礼啊 行 我知道了 那你看 那个 大妹子 打算给我们多少钱呢 不是 我 我给 我嫁姑娘的 我还得搭点啊 咱给人家采底钱啊 那行 明白了 那你开个架吧行 要多少钱 不是 大哥 你这买货呢 我们不是来要钱的 不要钱 那不给了 太好了 定下来了 不是 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呢 我的意思是吧 财礼不那么重要 这俩孩子好 他比啥都重要 是不是 财礼钱呢 咱们意思一下就行了 你看这大妹子 要说这话 真是明白人哪 俩孩子好 比啥都强 意思一下就得了 那啥 我也没带多少钱 你看 这151 那啥 就都给你了 意思一下 行吗 大哥 你这意思 是不是有点太意思了 俗 你这151 是啥意思啊 啊 151 就是说 150个人 里挑你一个 对 底白里挑一 还多50人呢 哎呀 哎呀 我还开玩笑 那个彩礼钱都准备好了 阿姨 十万 啊 咋 咋 咋 哪呢啊 哪有十万呢 我一人开车那点工资 你要给我涨钱呢 咋的 你看 你这卡不放我这呢 哦 哦 对对对 那个 我让我儿子管钱呢 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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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 你看 哎呀 大哥 其实我今天早上出来呀 我也带了一张卡 所以说我们家条件呢 没有你们家好 但是这当姑娘的嫁妆啊 我这当妈的 嫂子给准备好了 妈 妈都给你咋出来了 来 大哥 这张卡你拿着 哎呀 大妹子你看 俩孩子事这么快就定下来了 那行 我出去了啊 我还得刷车 那里有事呢 不是 大哥你别着急走啊 你看这孩子们这是 婚事的细节咱们还得碰一下呀 是啊 细节不还得碰一下吗 你碰细节呀 我还刷车 进来 哎 去 我开门 哎 哎 老高 你怎么在这呢 是啊 我怎么在这呢 哎 他怎么在这呢 那个 爸 谁来了 秀飞 你 你那个爸来了 我哪个爸呀 董事长 董事长来了 我这车队队长的杂着 我爸 那我这饭饭都咋了 没事啊 高叔没事没事啊 你别慌啊 你该咋地还是咋地 我想个办法把他支走 啊 不是 那我现在是谁呀 你还是我爸 哦 还是你爸 还是他爸 哎 那个 您怎么回来了 这干啥玩意吗 咱们坐上了吗 你给我磕的 爸 来的不是时候啊 高叔正闹心呢 闹啥心呢 这俩是谁呀 他俩是 我高叔媳妇跟姑娘 老高有媳妇啊 这么多年没提他提过呀 感情不好 一直分局 这不回来跟我高叔摊牌了吗 要跟我高叔离婚 还看不上我高叔 说我高叔条件不好 闷不当户不对的 我这么劝呢 你快走吧 要不尴尬 你们老我先走了啊 哎 哎 不对 想起来啦 我跟你高叔这么多年 这么多年感情 跟我开车死心塌地的 啊 这事我得管管 不是 孩子不懂事 哎呀 老伙计啊 这事我得说你两句吧 啊 这么大个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把我当外人了 嗯 这事你知道了 不是 这位是 啊 这个是 司机和我爸 我爸和司机 那这司机的架子可不小啊 啊 给我们家开20来年车了 像一家人是吧 这一家人一家人 再怎么你也不能这么不见外呀 是 我作为一个外人呢 是不应该深说 但是我俩毕竟这么多年感情了 这个事我必须得说两句 我不同意 你不同意 你凭什么不同意啊 谢谢 我不跟你说 姑娘 来 叔叔问你 你今年多大了 我今年25了 你看看 孩子都25了 你们当时合计啥来的 现在扯这个事 不是 这 这怎么的 嫌我姑娘岁数大了是咋的 不是嫌 那不就是吗 姑娘 你说你都25了 也是大人了吧 怎么的 这事你同意了 我 我同意啊 这事我先同意的 然后 告诉的我妈 这不胡闹吗 弄半天你串弄的 不管怎么说 我不同意 这怎么的 这事他能做了主啊 我 我 我都听他的 行 不见外 一家人是吧 妈 妈妈啥你妈妈 你看不出来咋我身上 你 这叫什么眼睛 喂 老公啊 老公 我在这呢 聊得挺好 本来都同意了 这出来个人说他不同意了 不是怎么的 又找老公了 你一直有吧 这事找的不查你了吗 那既然这种情况 我要再去 那就是靠你了 拉倒吧 我也同意了 哎呀 他同意了 同意了 怎么同意了 这又同意了 也别问我了 我也不知道咋不设 这吐了反账的 晚上回家再说吧 同意了是吧 行 那既然同意了 咱们就继续聊聊细节问题 啊 说吧 大妹子 我插一句啊 咱们吧 有话好好说 什么事都有过善始善终 是不是 之前我不知道 现在我既然知道了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 尽管说 那要这么说呢 我先说啊 首先咱得把这好日子定下来 正好是周六周日 这样呢 亲朋好友也都有时间 是吧 不好意思 我再插一句啊 怎么你们这事 还需要亲朋好友祝福 是咋的 又不找个司机主持人啥的 你咋忘 你不说我都忘了 还有九席呢 我们这边算上 我同事是二十桌 看看你们那边呢 二十桌九席 还找同事 那不全知道了吗 你不问我同事啊 我姑娘同事都得来呀 这样好吗 你那天不也得去吗 我去干啥去我呀 你干啥你新美术吗 你不得出个车啥的吗 出车倒是行 他那天他这身份 确实开车也不合适 咱俩这么多年感情 我批击得到场 是 是是是 那天呢 你还在上台讲两句呢 这事就算定了 走吧走吧 我讲什么玩意 我讲不了啊 这是我现在看着我都难受 别说你现在看着难受 到那天我都得哭 毕竟我这姑娘都这么大了 我是真舍不得呀 妈 妈妈傻呀 你看看 你看看 舍不得吧 那既然舍不得 那就说明还是有感情啊 不是 不是 两个人在一起 那不能总把眼光放在什么出身的条件上啊 最重要的就是感情 小姐好在一起 你这一定能辛苦吗 那是扯淡 那你之前不老说什么门当户对门当户对的吗 就像咱家这个条件 我要找个普通人家的女孩 不合适吧 小飞啊 你之前那个事 是我没弄明白 通过今天这个事我也想清楚了 你之前说你和女朋友那个事 我也同意了 只要你和那个姑娘是真心相爱 那个姑娘爱的是你这个人 我全力支持 那你要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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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这么交合 我是不是 我跟你说实话吧 这个就是我女朋友 佳佳 她就是佳佳呀 对呀 佳佳是老高闺女 哎呀 亲家呀 董事长 你闹误会了 不是我姑娘 小飞呀 以为你不同意她俩的亲事 让我装成您 在这会亲家呢 是啊 这个事吧 我本来想登完季再跟你说 现在这么一看 是我想多了 那啥 我解释一下 大妹子 这爷俩闹误会了 我呀 就是这个公司的一名司机 这个才是我们董事长 小飞的爸爸 那啥 快 说两句 说两句 那行 那个 那我今天正式表个态 两孩子的事 我同意了 你同意了 我们不同意了 妈 妈妈啥呀 啥事你也看不出来呢 当儿子在撒谎 这当爸的你贤体爱父 就这样家庭 你嫁进来你能幸福吗 妈能让你往火坑里跳吗 走 跟妈回家 大妹子 大阿姨 这件事都是我的错 我也是真心爱家家 我才想出这么个馊主意 你要怪 就怪我吧 大妹子 这事啊 也怪我 之前是我不对 那后来我一想 我本身就是白手起家 我怎么能对你没有偏见呢 这样 今天呢 我正式跟你道个歉 小飞他不也是你的当法 对呀 大妹子 看这两个孩子真心相爱的份上 消消气啊 就今天这个事啊 要是高以前 也像以前是 就我这个脾气 改一改 我肯定不同意 看孩子的呗 我上一遍 小飞啊 这一年多 你对家家啥样 那是阿姨都看在眼里 你是真心实意的好 今天这个事啊 阿姨冲你 阿姨同意了 谢谢阿姨 同意了太好了 今天两家都同意了 来来来 这样 你们两家在一起 再重新定一下婚礼的细节 好不好 定 我什么意见都没有 就是有一个小条件 你还敢有条件 就是还有条件 好不能整回来的 我告诉你 再有条件的话 我车队队长那事不给你干了 你知道 什么是车队队长 我这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咱会亲家这个事啊 咱不能在公司啊 咱那找个饭店 别吃别了 是不是 来来来 我买大杯子 咱飞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拿点饭 来 走走走 对对对 去吧 老公 我什么时候 让你当车队队长了 小飞说的 说我当队队长呢 是玩个体肤走吗 不是 那孩子说话能当回事吗 啊 你这给我脑袋磕这样 没找你呢 我回头扣你四百块钱啊 我告诉你 白起鸭腾了 哼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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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大妹的卡还在我这呢 哎